上次我们讲到,商业银行的审计结束之后,同北海和方鸿宇两个人之间的矛盾似乎更加深。 首先同北海就觉得自己做什么事都很不信。 那边,省高速集团的举报信,已经接触成几十封, 里面提到可能涉及的违规,挪用博债的资金,有成十亿,甚至十几亿那么多。 放着这只大老虎不打,自己偏偏要听这个方鸿宇去审计什么商业银行, 结果又放了个空炮,只是证明了业挺原一个人的清达, 以及银行内部可能有一些制度不完善的地方, 这样就算是拖时间而已,同北海最怕, 就是高速集团这件事拖下拖下会不了了之。 那自己,以及自己的老友鄂岐山之前的努力就会付诸流水, 甚至鄂岐山,他所做的牺牲也变得毫无意义。 想起自己的老友,他就觉得他心里面非常愧疚, 那么大年纪,快退休。 那次,老友真的躺在身上帮自己, 希望能够帮自己揭开高速集团的黑幕。 但是,首先,进入高速集团, 几乎无功而返, 捉到何止一样, 那把口,好像比钢还要硬。 现在呢,当自己和他关系曝光之后, 没多久, 岳岐山就接到一指调令, 这么大年纪, 还要调去一个边缘的山区市那里, 做个所谓的一市之场。 明眼人都知道, 其实, 在省委里面, 已经有人不满, 岳岐山背着省委这边, 狮自同北海, 这个国家审计处派来的特派员接触, 而且在审何止阳的时候, 和人家屡应外陷, 根本没有跟他们打个招呼, 也没有使他们做好防范措施。 所以, 现在就将这个, 这么不听话的人一脚踢走, 你一齐, 在同北海的心里面, 他都认为, 就是因为这个方宏宇, 不肯落决心, 让他们进驻高速集团进行审计, 杀众这帮人的气焰, 堵住他们的口, 所以才会发生。 所以, 他对方宏宇就鼓了整肚火, 添置饭落家之后, 女儿又跟自己求情, 说自己厂里面, 这一阵, 刚刚好, 被他们审计组, 进行审计的时候, 审出一些小金库的问题, 厂长今年五十八, 就来退休了, 所以专门托人求情, 说只要同北海南的高台贵手, 这些也不是很大的原则性的问题, 有哪个单位没有小金库, 如果不是的话, 企业有时真的很难运作, 只要同北海不将这件事写入审计报告里头, 他马上就可以帮同北海的女儿转整, 还可以调她进财务室去做事, 本来, 同北海对女儿真的很愧疚, 一来, 自己因为整天忙于工作, 基本上都没什么时间照顾女儿, 从小到大, 都是她妈妈带着她, 尤其当初, 自己回到农村, 和以前自己喜欢的这个女儿结了婚, 结果, 她太太那么多年, 同北海都没求过哪个人, 或者动用过什么关系, 帮她将户口在农村的村里来城市, 一直以来, 自己的女儿都是跟着老婆, 在农村里边, 一路由小学读到初中, 后来, 迁到来城市之后, 成绩跟不上, 最后大学都考不到, 就只能够做这间厂的普通工人, 自己对她实在照顾得太少了, 而那女儿呢, 整世人, 很少来开口求的老爸, 因为只要求都没用, 但现在面对了一个这么好的关系, 唉, 转眼之间, 可以转正式工, 又可以坐财务室, 即是说, 工资一下子, 就由现在的几百元, 上涨到去成两三千元, 而且工作也不会那么辛苦, 对那女儿, 的确是一件绝大的好事, 但是同北海, 犹豫了半个钟头之后, 将她延迟拒绝了, 这个厂长的求情请求, 她还将厂长缩了来家的东西, 全部叫人退了回去, 你一下, 激得那女儿又猛烈流眼泪, 那老婆, 跟她吵了都不知多少场交, 唉, 所以, 搞得同北海这一阪, 都有一点怕回家, 但是不回家去到哪里呢, 自己在整个信州城里面, 本来朋友就少了, 难道, 还被去业挺原家吗, 所以, 这一天, 她在特派办里面, 整理好高速集团的材料, 将明天无论如何, 都要跟方宏宇谈一次, 要她表明态度, 如果这个方宏宇, 真是好像全然这样说的, 因为故及她和杜卫兄, 那些姐弟情, 或是要顾住, 范省长这个老上司的话, 那, 自己就向审计处, 马上打电话, 要求他们, 端正合方宏宇的态度, 要尊重党组的决定, 当同北海, 鼓着整套戏回家的时候, 本来, 想着一回来, 肯定老婆, 又会跟她闹沉怒吵的了, 啊, 怎知真是出奇, 这次回家, 老婆, 居着笑吟吟的, 就去了整围宋, 等着她, 同北海就觉得奇怪, 喂, 今天是什么日子, 啊, 辛苦你煮这么多好菜, 同北海一边这么说, 一边都老臣不客气, 坐在饭桌前边, 夹着着糖醋煮食, 吃着上来, 你这个老蚊公啊, 整世人都不开化的了, 不过, 似乎今次是做了一件好事的, 喂, 不要就这样吃啦, 被人见到都说你喉琴啦, 洗完手先, 同北海就立刻入厨房洗完手, 跟着走出来说, 我们的女儿呢, 叫她出来吃嘛, 这么好菜, 她不回来, 浪费啦, 她跟同学, 去了外面旅游啦, 是啦, 买件皮背心给你咩, 你说啦, 那女儿多有你心啊, 试试啦, 说完之后, 那老婆好像变气法那样, 拿了一件好高档的皮背心, 穿在同北海的身上, 同北海呢, 好少见到那女儿, 在那儿主动关心自己的, 不然她心都好高兴, 唉, 你说呢, 仍然是生女儿好啊, 人家说呢, 那女儿呢, 是妈妈那件贴身小棉袋, 多看贴啊, 当然是看贴啦, 不过呢, 都是因为你做回个好老爸, 那女儿呢, 那份工都解决了, 现在车间里面, 调到财务室做主管, 工资就涨了一千多元啦, 那老婆都不知道多高兴, 啊, 那倒好咯, 我说过了, 只靠, 什么话, 同北海一听, 觉得你都不对路了, 那女儿升了财务主管, 那是什么回事啊, 哈, 啊, 你还诈傻啊, 问回你自己而已嘛, 问我, 问我做什么, 我怎么知道呢, 啊, 你这个人呢, 有时呢, 就好萌室那样, 有时呢, 哎呀, 那么会办事的哦, 不跟你说了, 那些汤凍了啦, 我和你坐翻热先, 那老婆说完之后, 捧起盆汤, 就进了厨房, 同北海越想越不是老, 即时跟他说, 喂喂喂, 老婆, 什么回事啊, 哈, 不是方特派员跟你商量过, 对小霞间厂的事, 灵活处理吗, 自己做了好事, 不用不好意思的, 做好事, 做什么好事啊, 我什么时候和方宏宇商量过, 要灵活处理小霞间厂的事啊, 哼, 那我不知道你了, 反正呢, 我后来打电话给方特派的时候, 他这么说给我听的, 什么话, 你背着我和方宏宇打电话, 要他为小霞的女儿, 那间厂的事, 高抬贵手, 你和人家扣情啊, 什么呀, 我说那天, 一个人都不知道多担心, 你后来叫赵宝才, 帮你还回人家送他的礼, 去给厂长的吗, 我觉得你这样太乐人面了, 不对劳的嘛, 那就打电话给赵宝才咯, 赵宝才跟我出了这个主意, 叫我直接打电话给方特派, 他说方特派的人呢, 就比较灵活点, 不像你呀, 死牛一变颈,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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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能够这样做的,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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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 反正现在, 生米就煮成熟饭了, 你呀, 怎么都不能够熟, 熟什么饭, 我给你熟饭, 同北海生气都说, 吠, 都挪起来, 那样子气, 吠起来, 啪一声, 整张饭桌被他掀翻了, 那些菜全部都掉下来, 哎, 杯盘碗碟都打到粉碎, 他老婆本来呢, 是花了很多心机才煮好这餐饭, 想着呢, 以为自己的老公终于开竅, 起码个女儿都有好日子过啦, 一见到同北海的居为这件事, 这么发颠发, 生气他就猛地摔脚, 哎呀, 这这这这, 哪有你呀, 真的整只牛这么萌塞的, 你这样搞法呀, 以后那些日子怎么过下去呀, 过不下去, 过不下去, 就和我离婚咯, 同北海就更加发火了, 哎, 你终于说出口了吗, 啊, 这么多年, 我吓过你这些什么油, 你给了什么好日子我过呀, 现在说要和我离婚, 离婚就离婚咯, 反正啊, 这些日子我都不想过下去, 我不想过下去啦, 讲到这一道, 那老婆一吹起来, 哭着, 倒下头, 傻力一撞, 一下子就将同北海整个人撞到跌在地上, 嘿嘿, 刺到全身送汁, 同北海的额头都撞伤了, 她吹得一声跳起身, 但是, 就是这个时候, 她老婆一坐在地上那里, 嘻嘻声地大声哭起上来, 哎, 一下子, 都搞得她都不知道怎么算好啊, 第二早上班的时候, 方宏宇一早回来 正在仔细研究 何子阳这件案的所有材料 额头盾带着两块血胶 而且有一些种种的 同北海门都没敲 怒气冲冲的闯进来 吓了方宏宇一跳 方宏宇担高头 看同北海的狼狈样 几乎笑出来 他只蠢你这样忍住 望实同北海问 喂 老同 什么事 你 你做得好事 你知道你自己做了什么事 方宏宇见到同北海 好像想打架 越发冷静下来 跟他倒了杯水 喝杯水先 别激动 又是慢慢讲的 同北海一接过这杯 啪的声 把杯扔到粉碎 方宏宇一看 就看见有点疾了 喂 老同 你做什么 做什么 我问你 你改了梁巨厂的审计决论 为什么不侦求我的意见 你说那件事 我找审计组的各个同事都谈过 他们都同意应该这样改的 但这件事是我分管 也是我主持的 你眼里面还有我这个富特派员呢 我怕你不方便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收买我了 喂喂喂喂喂 老同 你说清楚好些 我为什么要收买你 你以为这件事还要让我一下 我又会放松高速集团的审计了吗 在原则问题上面 我从来都不做交易的 那你也都想清楚 在原则问题上 我也都从来不做交易 你今早一进来 就是气冲冲说了这么多话 我觉得你不如冷静下来 有什么话 大家为什么不能摊开来说呢 同北海也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 慢慢冷静下来 不过还面识阴沉 总之梁巨厂的审计意见 你就改得不对 方宏宇听过这么说 就更加坦诚 也狠切地说 老同 有时我们在想着 我们对企业进行审计的目的 究竟为什么呢 是为了帮助将这个企业搞活 以为要将这个企业整死呢 是 违规的问题 我们怎么都不能姑息 但是 有些违规的现象 跟我们的体制不完善有关 对于这些 以前体制上流落来的问题 只能够发展中求规范 规范中求发展 古人都说过了 水清无余 你总不能够看得 个个都像腐败分子 但是你都不能够随便放水 那你怎么随便放水呢 是根据实际的情况 灵活处理 灵活 你不觉得你自己太灵活了吗 你知道 其他人的背后 怎么议论你 人家怎么议论我 我不顾得这么多 我相信总有一天 大家会明白我的 老徒 我也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我不是不想理解你 是实际不可以理解你 难道我们沟通不了吗 你觉得我们的问题 到底出在哪里 我们大家立场不同 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不同 对于 审计高速集团 审计高速集团又怎么样 这个跟你说的立场有关吗 我觉得 我和你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 肯定不是简单的方案分歧 那你说 如果我是立场有问题 我现在站在哪个的立场上 审计高速集团 是我们整个特派办的 党组形成的决议 但是 你一再拖延 肯定 你不是站在党组的立场 方宏宇听到这句 这样的说话 他几乎忍不住要发火 但是 他还忍着把火 起身 订了几步之后 放缓了语气 说 同北海同志 我很敬佩你的为人 但请你相信我 在原则问题上 我也从来不让步 那这个原则是什么 我将问过其他人的问题 我都问你 老同 你都知道 这个高速集团 举报信的确很多 但是 想好退路 如果不是的话 好可能 我们会重蹈省审计厅的福祭 你只不过有人 从中作紧 以权压人 以势压人 干扰他们省审计厅的工作 我不信 他们够胆干扰我们特派办 同北海也始终都很自信 唉 方宏宇叹一口气 看来 我真的很难说服你 你要坚持 现在就进去 高速那里进行审计吗 不是现在 是早就应该进去 你说要去兜个圈 在外围突破 什么商业银行 根本就浪费时间 唉 好 既然是这样 你看看这份文件 方宏宇把一份文件 递给同北海 同北海一看 原来上面 是国家审计署 批复方宏宇递上去的报告 要正式进驻 审计高速集团的事 他估不到 原来方宏宇早就已经在着手 准备着 一下子都没回过神 你们扮党组形成的决议 我会不执行吗 同北海接过份文件 这样才好像有些伤信 拿来仔细地看 看一会儿 又定眼望着方宏宇说 但是这个不是正式审计 怎么改成了审计调查 改一会儿 你进去就同样这样做事 但是语气不强硬 这样对方抵触的情绪 也不会这么大 对省那里 我们都可以交代过去 同北海最心急 还有最挂心的呢 就是什么时候可以进去审计高速集团 现在一见到自己努力争取的事 有着落 堂堂就不想再计较那么多 或者 我和北海实在太小气了 这句话是你自己说的 我又不敢说 不过 正式进去高速集团 进行审计的时候 还有三个问题 第一 就是审计处 只是给我们一个月的时间 因为这个高速集团 毕竟要承担着 这个大省的 那些公路网络的建设 如果拖得时间太长 对他们的工作延运太大 那么人家省里面 真的会对我们很有意见 行了 一个月的时间足够了 喂 均无弃然 我立关令狀 好 你们知道了 不单止我们顺州特派办 整个处 现在工作的最重心问题 就是退坑还林的审计工作 人手也特别紧张 所以 不可能抽很多人给你 你说 你要多少人手 三个就行了 老同 你不是开玩笑 我从来都不开玩笑 但是 高速集团的摊子很大 牵涉的资金有几十亿 时间也只有一个月 三个人 三个人 究竟行不行 那你就放心了 山人自有妙计 不用担你很多兵 省回方特派元 他的米粮钱 我和岳祺山已经说好了 在他被正式调离之前 他还可以在审计厅那里抽调人马给我 到时候 我用他这个人 他对他情风有数 我们 可以借助特派办件的事 使得其他人不干扰这个审计工作 我保证 一个月之内 肯定有突破 既然是这样 我们不如先分下工 我就主则退坑环林 而审计高速 由你一个人挂岁 你认为怎样 哎呀 那当然求之不得了 另外 这件事一定要注意保密 除了你和我 以及你选过几个人之外 其他人 一个都不要告诉他们 免得节外生枝 以及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行了 我一定要严守秘密 只要你那方面 你自己 管你自己的口就行 方宏宇听他这么说 真是想苦笑 但是 世上他哪有不透风的场 方宏宇刚刚才在上咒 把文件交到同北海的手里 下咒 杜卫卿和孙立新 自已立刻赶到范长忠的办公室 他们已经收到风声 来找范长忠作主 范长忠听了这个消息 都觉得非常意外 哈 方宏宇要审计这些集团 会不会是误传 孙立新马上强调 范长忠 这件消息 绝对准确 杜卫卿皱实眉头 他说 范长忠 我不是派人来查我 审我 这些事我经历得更少 但是现在 刚刚好 我们刚刚上市的信州高速 要进行配股 召集资金 另外 和美国的爱克森集团 那十亿美金 注入我们高速的 这个发展计划 谈判也要开始 这个时候来审计 万一被人听到什么消息 或者有点不好的传言 那不单止股价会跌 这十亿美金的谈判 也很可能会搞不定 为什么他们在这个时候 真来添乱 范长忠听到 哎 眉头大周 他终于决定 无论如何 都要打个电话给方宏宇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明天再说